中文字幕 李宗盛 应该是新一代的球员 是非常快的 打起来的变化也是非常多 上面还是不错的 特别是他的发枪 最主要他的比他唯一不好的缺点就是他的整个球风偏转 当我看他球回合多 但是他的杀声力就减弱了 一想的话跟以前不一样 他有时候在接的时候就会犹豫一些 打住反手 就是逆向旋转的发球 但是我觉得他只学到了表面的这个东西 其实我有时候也在尝试留比较自然 但现在传一科 就跟他自己努力包括自身的一些条件 漂亮 像王浩这种年龄相对来说偏大了一点的 他可能身上写 像水谷种可能他在前三板那种发接发上面 他的灵活多变相持 因为毕竟他整个的质量啊 这种旋转要高于 力量还相对要差一些 你看 对他主要从发接发里面找出机会 王浩的一个很纯正的直板 包括自己的发球 现在他这种发球真的还行 但是你能喝一下 是不是 就是不是那么一个争强 好胜的一个要尖的这么一种 打中也是靠完全靠实力的 其实他在做人的时候 也是一样的 框架里面的 不会有一些小的一些招数和变化 他的一些灵感 包括一些创新的一些这个思路吧 我觉得 对 不一定是技术上 需要一个冠军来给自己提气 那这机会来了 他现在就差一口气 机会来了 你看他保持了很长时间的这个世界排名第一 也被马龙取代 那么一直世界排名第一在 对 你不让我 就是说他们在球迷心目中的王浩 还没有完全回来 有很多地方领先于其他国家的拳手 你说水谷完全足够了 但是男子他要求的是什么 进攻进攻再进攻 力量速度旋转 在这个比分段上 相信水谷损呢 会加强一些强有力的进攻 所以男队一直在强 王浩第二板 形成相持 你看你轻调我的用 调我之前两个就可以直接可以加力一下 就像国正 这个就跟市领赛一样 很多相似的地方 是吧 好 我们先来关注这场半决赛 现在双方进行第三局 决赛对张继柯 然后这个世界杯上次也是完好 然后又对张继柯 好的 消一板 哎呦这球擦边 2010年的巡回赛总决赛是获得了男单冠军 在今年 还有一个松平健太 这种球来说应该都有一定的冲击力 但没有像水谷 这种速度也比他要快一些 漂亮 你一下 对 成不了气候 非常漂亮 男单决赛上 自身有力量是一方面 但是要会用这个合力 包括你的动作结构 力量得用到点上面 而且不光你自己要用到点 还要跟去推 好 我们继续来看第四局 哦 漂亮 进行三天 我们在今天凌晨为您直播了三场四分之一 那么目前比赛 可以说是战胜了在一周以前刚刚输过的一个德国的 漂亮 防御之后的突然一个甩大脚甩斜线 这是左手的一个角度线路的一个优势 从球路上下风的比赛 王浩的反手全台领 像张继克王浩的这种都费全台 这种得去用反手来领 还是冲领 好球 这张片做得很轻松 你看就这个球 漂亮 哦 漂亮 哎哟 这个球 这样水谷笋呢就扳回了一局 在前四局的比赛当中呢 王浩和水谷笋打成三比一 那是王浩的这个强势的技术 好 我们继续来看比赛 对 王浩在揭发球的时候相当的心定 因为他感觉这次世界杯 包括前面一战的世界杯团体赛也是一样的 他就牵手 好几道 看来 王浩呆 非常棒 哦 就逃遥 看来 突选他实力的一个环节 这是王浩的强项 4比8 反手发球 这样王浩4比1的大比分战胜了日本的水谷损晋级决赛 他将和张继科来争夺2011年男子平方球世界杯的